朋友们大家好,更新一道黄门鸡的做法 这道菜是外卖点击率非常高的一道菜 自己在家做,干净卫生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双击收藏 首先准备今天的食材,我是用的鸡腿 也可以用鸡其他的部位 准备新鲜的香菇,干的也行,青椒,姜,看个人喜好 把鸡腿切成大小均匀的块,稍微切大一点 鸡块凉水下锅,放入两勺酱油去腥 大火煮开,捞出,用温水冲洗干净糊沫,沥干水分 准备香菇去地,洗净,切成厚一点的片 准备青红椒切块,姜切片 锅里放少许的油 放入冰糖,小火熬至浓化 期间不停地搅拌 熬至带泡泡就可以了,不能大火,容易糊 迅速地倒入沥干水分的鸡块,斩小火 快速翻炒均匀,裹上糖色 倒入两勺酱油爆香 再放入切好的姜片和辣椒段 加入老抽一勺 倒入适量的清水,能没过鸡肉就可以了 煮开之后,大约10分钟左右,咱们下入香菇片 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,翻炒均匀,盖上锅盖再焖20分钟左右 分量不一样,煮的时间也不一样 煮的时候不定时翻动锅,以免糊锅 待鸡块软乱后,汤汁块浓稠了 加入青红椒,加少许的鸡精 翻炒均匀,即可出锅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鸡块就做好了